台阶周末趴 揪你来开趴 大家好 我是清姨 我们今天要开的是 坦诚面对趴 台湾球迷最近 当然非常关心的是 到底魔兽霍华德 会不会来台湾打球 魔兽也坦白说 在续约的时候 感觉上不是那么的开心 觉得没有那么被尊重 云豹执行长也说 确实心思结构 就是不太一样 那么大家就说 能不能够说实话呢 我们最近也回头来看 NVIDIA黄董 本来大家说要去中国访问 后来其实是假消息 这么多的资讯真真假假 到底有没有机会坦诚以对 那么中国现在坦诚面对的是 我们看到很多降规格的 晶片卖到中国 中国发展AI 会不会出现一些新的隐忧呢 那么这么多国家联手在卡脖子 中国有办法走出自己的路来吗 而且我们看到目前 整个半导体的去化 越来越明显了 投资密把 小白新手老手 这个时间点要如何来解读掌握呢 我们今天一次来搞清楚了 马上介绍我们这边现场来宾 这边是有话直说区 两岸研究学者吴建中 欢迎吴老师 亲一好 大家好 我们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 恩格洛斯 欢迎 大家好 我们资工博士朱学廷 欢迎 朱博士 亲一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帮我们找一些言外之音区 资深分析师有明哥 欢迎 亲一来宾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应亮 欢迎 亲一好 大家好 我们本来上个礼拜在讨论说 这个黄董在我们台湾 旋风是访台之后要去中国 拜访很多很具体的独角兽的企业 就搞了半天 他没去 去假消息 这时候大家就说 为什么黄董没去呢 之前库克也去了 Elon Musk也去了 我们看到这个部分 到底他在想什么呢 是不是觉得说 现在NVIDIA发展得这么好 不用特别去讨好中国 目前还不需要 实际上是中国要来靠NVIDIA 大家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 是yes or no 请举牌 反正一定要买NVIDIA晶片 4比1 只有我们跟不太一样 吴老师 不需要讨好中国 当然不需要讨好中国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美国的禁令出来之后 限制挥打的这个晶片 卖给中国 卖给香港 卖给俄罗斯 这个禁令这么清楚 而且我们看到 这个挥打的这个A100的 这个晶片出来之后 它的处理器 基本上它是 这个AI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它卖不卖 其实我们看到它去年的营收 270亿里面 中国跟香港就占了四分之一 所以这四分之一 是非买不可的状况之下 那它当然是有很多的选择 OK 好 所以本来就不用讨好它 现在不缺你这个客户 Ross 从政治跟公关的角度来看 因为目前它有受到这么多 很正面的新闻 大家都很爱它 很爱NVIDIA 都需要它的晶片 虽然在这个时候 就是在这个大家不喜欢中国 它在这个时候去中国 真的是不适合 对 才在我们台湾 对 大家都看到 大家这么爱它 对 马上反差这么大 对 所以如果它在这个时候 从台湾直接飞去大陆的话 一定会受到很多批评 所以不管是在美国国内或台湾 一定会有很多批评 所以不值得 不需要 OK 不过黄德也说中国市场无可取代 但为什么还是没去呢 朱博士 好 那就从那个NVIDIA的财报来看 目前在它的这个财报里面 车子的平台上面 它其实有145%的成长 但是这145%成长看起来很多 可是实际上在车用平台上面 只占NVIDIA营收的5% NVIDIA的营收里面50%以上 都还是资料中心的营收 当然它资料中心的晶片 其实最近都是卖到缺货 所以对NVIDIA而言 它主要营收还是在资料中心 所以它目前的 对它目前而言 中国的需求 还不是它最大的需要 OK 好 市场还没那么重要 有明哥 那你看到了什么 其实我觉得可能真正的理由 是中国真的不缺它 但这个不会是这一体的答案 因为我们这一区叫 真正理由是中国不缺它 不是NVIDIA不缺中国 对 我应该是这么讲 就是说这一区叫言外之意 所以我觉得 它现在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 跟刚刚来宾讲的是一样的 就是周杰伦在出名之前 他随便去夜市都可以 但他现在去哪一个地方 其实都要被设计过 就是要开始谨慎再谨慎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 今时今日的他 尤其在半导体的风口浪尖上 全世界都在关注他 做生意基本上是 尽量不要牵扯到政治角力 虽然未来一定会 但是至少在这个时间点 你刚去完台湾 你又再去中国 美方这边一定会对一些限制 所以我觉得做这种 对他自己本身企业没有利的事情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我觉得他嘴巴讲就好 但是他人可以不要去 OK 好 所以真相是没有写明的 只是现在这一阶段不去 对 我想真正的原因大家都不知道 可是这个不用刻意讨好中国一说 有它的道理存在 我个人的观察是说 其实在黄仁勋要去 传说要去中国的前两天 中国官媒大肆的报导 可能也让黄仁勋觉得不开心 因为官媒是这样讲的 他说美国大咖一个一个 用脚来投票 来中国参访 你美国企业跟政府 最后还是要像什么 中国是很低头 我想如果我是一兆美元男人 我听到这句话 我可能也不太想去 我想这也可能是 一兆美元的男人 听了说我干嘛 好像我在干嘛 我现在 你讲得那么难听 我干嘛要去 那我干脆就不要去了 反正我现在也不太需要你 是你需要我 不是我需要你 所以媒体见光死 讲了就 反而现在都不能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其实打开 2023VIDIA的财报 中国营收占全球市场47% 其实非常之高 但是因为碍于静电的关系 所以现在出口的 都是阉割过的 这个晶片的版本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阿里巴巴 程序 百度 都用的是H800 这跟我们H100 来比较起来的话 效能差了一半以上 最初博是我们怎么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拿到这样的一个 被阻碍的晶片 中国的AI 还有机会弯道超车吗 好 那我们大家知道 在2018年的时候 李开复教授写了一本书 叫做 AI新世界 里面讲到就是中国跟美国有七大AI巨头 那在美国的AI巨头里面 微软 大家知道微软在这几年 因为他在2019年 他就是投资了 就做出Chain GPT的这一个 Open AI这家公司之后 那微软最近就非常的爆红 所以他在AI的创新上面 就是做了非常大的进步 那反观呢 在中国的那个AI三巨头 就是刚刚讲到就是百度 阿里巴巴 还有腾讯 那这几年大家都知道 他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打压 那这原因我当然不是很清楚 但是结果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几年 他们在AI 这三大巨头在AI的发展上面 就看起来就有点暗淡 那所以这个原因呢 就是在十几年前呢 中国有一个很好的AI的 创新的环境 那但是呢 现在受到很大的那个影响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要讲那个AI 那AI其实有两个事情 现在的AI就是深度学习 加大数据 所以资料是AI的石油 那之前呢 李开副教授他也强调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在AI 很有很大的前景 因为中国有零售的大数据 他还有人脸辨射的大数据 他有非常多的大数据 所以呢 他在这些大数据上面呢 他有很好的AI的前景 那个时候李开副预测 他有很好的AI前景 可是呢 经过美国这一段时间的 这个就是中美贸易战争之后 所以他很多资料 他是拿不到的 特别我们今天讲到说 两个大数据 第一个大数据是先进的半导体制造的大数据 这就是台积电最厉害的地方 台积电的制程 为什么他的良率非常的好 就是因为他拥有这个半导体制造的大数据 那结合他的上下游的这个供应链 所以他有办法去使用他的大数据 去做到这个半导体的AI 那Emilia最近推出了一个叫做 KuLiso 那这个就是用来在半导体制造的大数据 那中国就没有办法去使用它 因为它没有这个半导体制造的这个大数据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生意大数据 那在美国呢 中美贸易战争之后呢 那美国加强了资安 所以呢就是很难 对中国而言比较难拿到这个生意的大数据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讲到美国AI晶片呢 出口禁令 那因为全世界呢 现在很多的国家 包括刚刚讲到就是德国啊 英国啊日本 这些所有国家 因为大家因为生成是AI的星级 所以这些国家他们现在每个国家都在发展 这个AI 所以晶片就是很抢手 所以呢 这些国家他们这几年发展AI之后 那中国刚刚讲到三大巨头 他们现在等于是落后了 所以这方面呢 我觉得也是让中国的AI发展有点受到影响 所以呢 这总而言之 那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AI这些巨头呢 然后他们在这个大数据上面呢 受到很大的限制 所以这几年 虽然中国政府还是大力的推动 比如说半导体 他很大力的推动这个半导体 投资了非常多钱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他的成效很不好 就是其实我觉得跟这个 他们没有这个AI大数据呢 是有很大的关系 同样道理 他们在AI上面也很大的投资 可是因为他这些巨头都被监管 所以我认为呢 他这些巨头 能够在AI上面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觉得他受到很大的限制 所以以上是我的 大概我的介绍 OK 好 谢谢朱博士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这个中国的创新环境不在 就是很大的阻力 好不我们来看看 其实现在中国很多人 还是有不同的想法 华为要推出个最新的 这个盘股Chat要来对上 这个ChatGPT 7月份要发表 那另外来看到这是在 百度方面说要投资 10亿人民币基金 也要发展AI系统 李开复也说 他觉得中国有机会超越美国的 好 这个观点 永明哥你怎么看 那么当然现在去 目前整个GPT的这个4 是开源模型 如果连这个都封起来 把它关起来的话 有没有机会继续对中国卡脖子 我觉得有机会 而且我的看法跟博士 应该是一样 因为这题的重点应该是在于说 整个在开源模型 所以模型的建制 是我们这一题要讨论的一个部分 我想AI整个开发的一个流程 因为我们最近大部分的节目 都是在讨论晶片 但我们现在要讨论就是说 整个在这个模的过程中 是先从目的到数据 然后开始训练模型 训练模型就是建模 然后评估模型到部署模型 然后在训练模型这一块 应该是整个环节里面 最重要的一块 也是最起手式 这个起手式的一个同时 它必须要用到一些AI的引擎 比如说你看到美国的TensorFlow 或者是PyTorch或者是MindSport 你要用这些 AI的引擎 去收集了这些数据了之后 开始针对你自己的业务需要 来开始去建模 这里面就开始要讨论到 第一个叫做所谓的开源模式 第二个自然有开就有闭 就是闭源模式 中间的一块的话叫预言模式 各位可以这样想 把开源模式把它想成 就是Android系统 就是它有外在的一些资源 外在的一些软体可以跟它配合 再来闭源模式的话 你就把它想成Apple里面的iOS系统 这是一个封闭的 你要自己去研发 自己去设计 过去五年 全世界在参数量超过百亿以上 甚至现在已经到了千亿的大模型 大概有45个 45个里面有32个是出现在美国 这32个里面有15个是开源 所以我算了一下比例 大概是46.8不到50% 不到一半 另外有9个大的模型是出现在中国 但是在中国里面有5个 基本上是开源 就是占了55% 所以现在换言之 如果是以美方的角度来讲 现在当然不会 未来的话 针对中国的大型的模型建案 它这个地方势必要去做一些限制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 回头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东西 重点很高 对 这里面我们就开始想到 模型跟晶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现在AI的晶片 大概基本上是分四种 第一种的话是CPU 第二个是GPU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最普遍的 第三个的话 FPGA 第四个就ASIC的部分 好 这四个东西各有擅长 我们先以CPU来讲 这个是比较过时的东西 就是用在一般的电脑 但不是AI 如果我们把它的所谓的训练跟推论 来当成一单位的话 基本上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但是它在一般的处理上面来讲的话 它的推论的准确度 跟综合性都很高 现在涉及到AI 因为我们现在的关键是在深层AI 深层式的AI 所以应该是从GPU开始以下往上看 这个的话大概是GPU是CPU 大概10到100倍 然后它的综合一般能力也不错 然后训练推论都很OK 然后准确度也到了将近99% 所以现在大部分人是使用在这里 接下来包含像很多的自主研发 包含像FPGA ASIC这一些 它们或多或少都有因为不同的需要 而使用不同 但是现在各位去看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我们都说NVIDIA未来的成长性会很高 然后GPU的一个需求会多了不起 这个不一定正常 但是2021到2026年你会发现 AI整体晶片的一个市占率 你有沒有发现蓝色这一块是 往下降 往下降 GPU的部分是往下降 反而是FPGA跟ASIC在往上升 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 开源式要用什么 开源式就是要用到比较多的GPU 所以现在如果以OpenAI用了 1万颗NVIDIA的GPU来看的话 来训练确GPT 这个势必未来会更多 但是它把GPU都吃掉了 吃掉了之后很多B原式的模型 开始因为客制化的需要 或者因为工程师自己在写单一回路 所以他们在处理的时候 用ASIC就好 甚至用更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有逻辑区块的 他就用FPGA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去想 如果以中国的一个角度来讲 现在在这三个晶片不含CPU 我们就含GPU FPGA跟ASIC来看的话 现在我们这一些的生产厂商 比如说以GPU来讲 就是中国的井家伟 井家伟它用的是什么 28奈米 但是不知道是谁代工 我们再来看FPGA里面 在中国的话就是 IFINX这家公司 还有高云 还有紫光铜创 IFINX这个部分用40奈米 用中芯的制程 高云55奈米用台积电的制程 所以现在得到一个结论 紫光铜创用40奈米 你奈米数就是在16奈米以后 所以这个应该自己可以有办法做 自己就可以做 中芯就可以做 其他的就可以做了 所以这一块美方你要去卡它没有用 即便它是找台积电代工 然后它自己也可以拿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以ASY来讲 比如说寒5G 寒5G是做7奈米的制程 那就只能找台积电 然后再来华为的这一块的话 7奈米制程找台积电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地平线机器人28奈米 所以我们现在的关键就是 如果美方的角度一定是针对这个 就是针对你找台积电 而且你又是属于先进制程的 它这块把你卡下去 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 如果你要用降规的方式 用比较其他的制程 可能你的成本比较高 可能你的效率可能比较差 但是你应付得过去 但是如果用到比较高阶的 ASY的这一块的话 很可能美方未来就会用 就会去限制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避掉了所谓的开源 让它去走避源模式的话 那它可能就被迫地 要往这一块来走 OK 所以它还是有机会 走自己的路的 对 好 谢谢永明哥 我们继续来看 当然中国自己资深最大的变数 还是在政策上 那么习近平在国家安全会议上 已经下令要加强监控AI 那么这个AI的部分 我们请吴老师一起来看 那他说AI要反映中国特色的 这个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那么中国其实创新能力是有的 那银弹也是有的 但是这个没有自由度 要符合中国特色主义的 这一项的AI 真的有办法做得下去吗 我认为是有办法做到了 不过它还是要取得 可以复制抖音 全球风鸣的模式 当然有办法 但是它必须要取得晶片 我们刚刚讲 不管是H100或H800的这个部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在最近中国的网信办 推出来要进行对于 深层式AI的监管法规 这个监管法规出来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 简单来讲一句话 就是要听党的话 不能骂党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里面 其实我们知道 过去中国有很多的假讯息 不管是影响台湾也好 影响很多的民主社会 如果中国又能够取得 类似像CHEP-GPT 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 那假讯息渗透 或者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影响民主国家 这是非常恐怖的 可是对中共来讲的话 这样的一个AI 它必须要听党的话 跟党走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中国网信办出手了 它说要系好安全带 这个安全带就是 这些AI 它必须要有 自己的安全概念 为什么 因为在AI里面有很多混乱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2月份的时候 在大陆的媒体里面 就出现了一个叫女仆之业 结果这是一个诈骗的案子 它通过这样的一个生成式的AI 产出这样的女仆之后 每一个人收3000块 据说收了非常多的钱 所以必须要监管 看起来大家都愿意付钱 大家都愿意付钱 其实它不是真人 它不是真人 它是假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AI它其实在美国 其实也出现相同的状况 它有虚假 它有诈骗 它有这些东西 甚至于马斯克 还跟美国的贸易委员会 还提出来 AI必须要进行监管 为什么 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透明 还有公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所以这样的一个呼吁之后 我们看到中国它开始来做这样的一个监管 监管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当然我们看到 它必须要经过党的考验 什么意思 这一套法规里面 我们特别点出来第二条的部分 所有生成式AI的产品 如果面向中国公民来提供服务 不管是研发或设计 都适用于本监管办法 换句话说 这个法规不是只有管造中国公民而已 只要你的 只要你用生成式AI都要被管 只要你的CHAP GPT 只要你的服务是提供给中国公民 也一样适用于这个法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中国很喜欢立这种宇宙法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不在中国就没事了 但是你如果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话 也可能会被影响 但是我们看到监管 当然为什么要监管 刚刚讲了很多理由 但是到底能不能监管 其实对中共来讲没有把握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业界的人 其实他们都知道 为什么监管的 会不会影响发展 对他们来讲不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晶片的话 根本就没有办法发展AI 没有办法发展AI的时候 那你到底要监管什么 所以关键还是在晶片的这个地方 OK 重点还是在晶片的部分 目前开始被卡住了 是的 我们继续来看到 接下来美国晶片业的巨波德宜 五月份在中国全面调降晶片价格 而且说降价没有底线 地域般的降价的模式 那么让中国现在很多厂商也出了蛋 因为这个降价应该是中国厂商的强项 现在德宜说 我也可以降得比你还要更厉害 这样看起来的话 硬让你怎么分析 这个中国厂商没有招可以打了吗 其实也不太一定 我们先了解一下 为什么德宜 这次他要做降价的动作 我们先了解这个原因是什么 抢市占率 解决他目前整个业务上的困难 你会发现他第一季的财报里面 营收是年减11% 然后EPS跟去年同期中比较 是衰退了21% 所以算是蛮严重的一个衰退 这还降价 对 然后降价物量 他要把库存先消掉 我库存不能够太多 太多的话 我后面我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亏损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晶片的库存天数 寄增38天到195天 然后晶片库存的金额 是寄增5.3亿美元 到了33亿美元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之下 它只能够做大降价的动作 等会消库存 它是有底气去做降价 为什么 因为它制造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 它是采取所谓的IDM模式 IDM模式就是说 我从设计到制造到封册 我一条龙我自己包 有一些台湾厂商做什么 做IC设计 比如说像联发科 有一些做代工就像台积电 大概就分这三种模式 用IDM模式的话 我设计成本可以减少 代工的部分 我可能也可以降低成本 第二个原因在于说 它现在这几年 慢慢的把8吋的产能淘汰掉 换成12吋的产能 像去年12月的时候 又一家12吋的金额厂开始营运 好处在哪里 8吋的产出如果为1的话 12吋的产能会多出2.25倍 所以它的成本就会大幅度的降低 而且它接下来还有四座的 这个12吋金额厂 要开始做投厂 最快2025年就开始做投厂 所以它在成本上 它有绝对的优势 它可以做一个降价 可是你说降价之后 对中国所有的厂商 都会造成影响吗 我刚刚讲的不太一定 不太一定原因在哪里 再来说它这一次是 模拟晶片 模拟晶片又分两种 一种叫做通用晶片 另外一种叫做专用晶片 通用晶片就是什么 像电源管理晶片 叫做PMIC 或者是RF晶片 射频晶片的部分 这个都叫做通用晶片 那中国厂商呢 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这两个比重 在营收比重比较高的 那一定会受到冲击 没有办法 因为我老大哥降价了 对不对 那一定会受到影响 可是呢 有一些厂商 不会受到影响 为什么 因为如果德宜是在 第一季就做这个动作的话 那所有的相关厂商 就会受到影响 但是因为有一些 中国厂商偷跑了 它第一季第二季 它已经开始做降价 人家以前降价先消库 我先把库存消掉了 你现在再来消 可能那个力道上就没有我来讲 像这个金峰名媛 它就是这个案例 然后第三个再来说 其实中国晶片相关公司 这几年 因为被国外打压的情况下 他们自己也会自立自强 自立自强 所以品质上来讲 其实没有像以前那么差 所以说你现在 你这个老大哥做降价 那很多厂商会讲说 你降价之后 你便宜嘛 那品质会比较好 对不对 可是呢 中国厂商很多 已经品质也赶上来了 所以你说 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 它不见得要去做 转换的一个动作 那在专用晶片更不用讲了 专用晶片呢 因为很多东西是客制化的 那它的量很 品样很多 可是量又很少 所以变成说 你这个厂商一旦用了之后 它很难去做一个替换 我就以这个车规的产品 来做一个说明 因为车规产品 它验证周期厂 所以客户的忠诚度很高 所以你说你降价 就可以把我换过去 不太可能 因为我里面很多设计 跟一些厂商合作很久 比较有默契了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做分析的话 得意的降价 对有一些厂商可能会有些影响 但是大部分的来讲 它可能影响 没有外界所想象那么大 所以没有办法占到那么多好处 中国很多厂商还是顶得住的 应该还是顶得住 另外来看日本 这样子一个方式 中国顶得住吗 我们看到日本最新宣布 对于23种新晶晶片的制造技术 出口管制越来越厉害 那么里面是可以开放出口 美国还有台湾 42个国家在内 民族里面当然就没有中国 所以中国抗议说 违反经贸原则等等 那么其实日本之前就有动作了 之前我们看G7 他就说了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这样的一个最新的 7月23号开始施行 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日本最近在半导体动作很多 他们真的有机会重返荣耀吗 这个目前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是有机会 中国这一次可能 我觉得可能顶不太住日本 这次一个打压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呢 因为这一次 它所限制出口的相关的设备 总共分为六大类23项 多位泱泱沙沙 比如说光刻 曝光的有4项 磕石的有3项 薄膜11项 热处理1项 清洗3项 测试1项 这23项 中国所有半导体都用得到 而且这个背后 都不给人家就对了 背后意义代表什么意思 背后意义代表说 它其实美国联盟的 一个半导体联盟 它已经把这个范围 扩大到了45奈米 原本就是10奈米 现在已经扩大45奈米 对它来讲一定会有些影响 而且这些设备目前看起来 我红色这几个框起来 比如说光刻机检测设备 涂胶显影设备 以及到所谓的薄膜成绩设备 这些你会发现 中国国产化的比例 都低于20% 天哪 尤其是光刻机 所以你说这次对它打击大不大 所以以后就不能去了 这印象很大 非常大 非常大 虽然说有一些厂商 但是目前来讲 品质还没有那么好 那成率不到1% 对 大于20%以上的有磕石设备 清洗设备 CMP设备 跟热处理设备 虽然说这个比重 替代比重比较高一点 但是品质上来讲的话 跟日本相关的设备 常常比较起来 还是相差很多 所以你从一个数据 可以看得出来 2021年的时候 日本出口到中国的 半导体相关设备 这个金额是占全世界的四成 如果它可以做到替代的话 它就没有必要去进口那么多 虽然进口那么多的情况 代表说它对于日本的依赖度 还是相对相对的高 我想日本这一次会这么大的动作 它是希望什么 你中国很多厂商没办法 进去盖一些新晋工厂 那你们来我日本好了 做这个打压动作 虽然说牺涉一些 设备厂商的一个利益 但是对于整个日本半导体的发展 是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过去来讲的话 日本在整个半导体界 是数一数二的翔组 你看这样1998年的时候 日本半导体占世界一半的产能 失落30年以前人家很厉害的 很强 1990年的时候 全球十大半导体业者里面 有六个是什么 是日本企业 所以强不强 非常非常的强 那当时为什么会衰落的原因呢 因为跟现在 这个美国打压中国也是类似的 因为当时日本的半导体太强了 所以美国就不断的去打压日本 美国就启动 发动大概24次的301调查 我调查你的钢铁 调查你的面板 科生你的关税 后来日本受不了了 就跟美国签订了 所谓的美日半导体协议 所以日本才开始 限制了它的半导体的发展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台积电的代工模式崛起 也造成了日本整个半导体的衰退 但是过了三十几年之后 日本终于得到机会了 你现在中国也没有要发展 那你来日本 我们日本劳工也是很勤劳 你不用去美国发展 日本就可以发展起来 所以他在五月份的时候 他就广邀了相关的 半导体界的这些人士 你看刘德英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三星的一个代表 所以广邀情况之下 就希望他们来做投产 那投产的时候 日本政府也开始做一个补助 也开始做补助 补助的情况下 这个礼拜他通过这个补助方案 目标就是在2030年的时候 我把整个日本国内生产的销售额 从5兆日元提升到15兆日元 那的的确他也提出了一个补助 你看像台积电 熊猛二厂他补助到4760亿日元 对三星也开始做补贴 然后美光他已经确定要投资5000亿 然后日本也很大方 我补助你2000亿日元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日本相关的半导体 公司的股价都大涨 也带动日经指数 创了33年的新高 所以你说这一次 日本有没有受惠 绝对受惠 那日本半导体 有没有机会重返农药 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会有机会 OK 好 谢谢音量 所以人家说日本股市在涨什么 很多原因数字会说话 我们就再继续观察下去 我们刚刚讲到黄董没有去中国 但是美国的亚太助理国务卿 他去了 这一趟是为谁铺路呢 马上再回来 这一趟是为谁铺路呢